中学买的裙子有好多是打算扔的 被我从裙子废墟里掏出来 最后试穿一下 结果我好像又不是很想扔了 给你们看看我中学时候的审美吧 第一件是Kate Spade的一件裙子 是在San Francisco的Outlet买的 中学比较扣个嗖嗖又大屎大脚 喜欢买名牌但是只需要来 我们高中没校服 但是要semi formal 而且裙子要过膝盖 我就买了这件 然后上学还会穿一双高峰鞋 然后背个小时包出门上学 应该是单剪毛 因为大人都背单剪毛 第二件是Club Monaco 我当时最喜欢这件裙子 让我来换算一下 是year 9买的 which is 8年级 which is 12 IGCIC Prom的时候穿year 11 是10年级 which is高一 高中我有多try hard 上学是会穿jimichu的 现在真的难以想象 这双鞋真的是给人穿的吗 它好疼啊 穿上去感觉就被限制行动 脚趾尖疼 脚后跟疼 脚踝还会被那个破钻给磨破 谁爱穿谁穿吧 第三件也是Club Monaco 我这个人真的凑合过 标签就这么挂着 这个视频也不值得我运它 这样就着看啊 看个意思 这件我现在还是觉得蛮美的 当时不是我看中它 是我妈看中了它 但是这件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需要挂在我的胸上 我 我没有胸啊 这件就一直在衣柜里 等我的胸长出来 这件来自All Saints 我对Coco这个环节 已经不熟练了 但是穿上之后 感觉它也还可以 还不错 现在看着也觉得不死亡 谁没有一个阶段爱过归地呢 竟然穿上它可以溜冰 我穿上它在我们 需要教学楼也摔过无数次 但是我坚强 这个人涂啥呀 这种暗黑品牌 是不是故意的呀 让你为了好看 放弃生命安全 希望以后的学校 可以进门脱鞋